今天這個棕榈濱海度假村呢 它是在美麗灣的邪後方的一個開發案 它是那一代面積最大的開發案 美麗灣是這個小小的5.9公頃 這個棕榈濱海度假村呢 面積高達了26公頃 它的環評之前就通過了 但是因為開發 它三年沒有開發 所以必須要進行環境差異分析 但是呢卻在它的環境差異分析 還沒有審完的狀況下就動工 在今年5月的時候 我們拍了非常多張像這樣子的照片 就是他們正在施工的照片 總隊是在5月5月9號 現在辦理檢測 我發現他們等於是有先做水保方面的施工 因為現在這個現況差異分析 依照第16條之一 必須審查通過後 他們才能夠施工 所以目前他們現在是停工的 那我們每年固定都會在山源灣的海域 進行珊瑚礁體檢 監測珊瑚礁生態系的健康狀況 那我們在這個海域呢 記錄到110種以上的珊瑚 佔台灣的珊瑚種類3分之1以上 那甚至於在這個海域 我們也記錄到了首次在台灣發現的新紀錄種 卑士爾文珊瑚 所以可見這個海域是有非常豐富的生態狀況的 但是我們也注意到 近年來這邊的活珊瑚的覆蓋率 它是逐年在下降的 尤其是離美麗灣這個開發案 最近的一個中郊這個樣區 那它從2009年的40%的活珊瑚覆蓋率 降低到去年只剩下27% 是一個很明顯下降的趨勢 那今天這個山源的棕榈灣 渡家村開發案呢 它的建設基地是位在 立即混同層這樣子的地址上 那就是一種非常不穩定脆弱的地址 那我們非常擔心它如果 通過在開發的過程中 會因為降水等水流 它會隨著水流進入到海域 那這些泥沙一旦覆蓋珊瑚 這些珊瑚的健康狀況 生存狀況是非常堪憂 它們一定會死亡 但是一旦被厚厚的一層泥質覆蓋上去的話 珊瑚礁是沒有辦法再復原 而且也不是我們人為 後續能夠去清理做任何補救措施的 珊瑚礁其實是阿美族的傳統領域 這個中壢冰海度假圈 在傳統地域上面我們叫做 本群群萬 其實就是我們阿美斯講的就是木牛區的 那不管是都蘭或是企桶或是企桶或是加入蘭 早期都在這一代 這一代就是木牛 這幾年我們已經被美麗灣 被棕嶺冰海 被黃金海 度假村等等的開發案包圍住了 從60年代一直到現在102年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麼多的開發案 其實就是在台東在規劃台東的光光發展的時候 這些計畫裡面跑出來的 而這些度假圈其實讓這些財團有機會進駐 我要特別提到的一點是說 為什麼說土地大量流失 因為土地私有化的關係 其實才有辦法讓中壢冰海或是黃金海 度假村的這些業者 早期都是先以個人名義在這個地方購買土地 他們在這裡購買土地 然後讓當地本來是在木牛的 或是在實在工作的人 就因此沒有了工作 所以就變成生活型態的轉變 而要外流到大都市 一直強調中壢冰海度假村 跟都藍灣政策環評的關係 是因為這個區域叫做都藍灣 山元灣是都藍灣裡面的一個小海灣 那所有的開發案幾乎都集中在這裡 這是我們的冰箱 各位 這是我們的冰箱 這個是我們的菜園 我們的倉庫 可是現在你們看到有六七個開發案在這裡 把我們的菜園破壞掉 把我們的冰箱也破壞掉了 這是我們的生活領域 你們講傳統領域 我說那就是我們要活著 要生活在這裡 我的冰箱 我的菜園 整個東海岸的太平洋地區 它會有很好的山岸 山脈和海天一色的這種水線的一個景觀價值 尤其是整個沿著東海岸有許多漂亮的原住民部落這些文化價值的東西 所以在當時後在整體開發的概念上面來講 我們針對這件事情 我們也做了相對的對應 除了要構築一處所謂的高品質 全食和親子的度假村的概念之外 我們也特別在乎的是當地文化及景觀的影響 所以我們所有的開發基地 是第一個 我們不是在道路的沿海地區 我們是在道路的後側的山脈地區 而且我們所有的開發基地 退縮到道路的第一條臺地的後側 使得到我將來的開發集中低度和低高度的狀況之下 不會影響到整個台系列的水域景觀 就原住民文化產創這個部分 我們願意出資協助他們發展更精緻的部分 尤其將來我有遊客的時候 我願意跟他們共同的合作 把我們的遊客介紹給他們 參與他們的部落的生活 參與他們的部落的導覽 參與他們的生態裡面 那這樣的概念是使得一個長期住點的定點式的對象村 能跟所謂區域部落的生活文化能夠想在這連結 究竟這樣子的一個開發案 能不能夠補值部落 能不能夠補值居民 或是能不能夠幫助地方的經濟 我想這是要一直很思考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一直覺得 其實它反而弱化了部落的一些主體意識 以及文化跟生存權 這550間的飯店 它的用水到底要從何而來 現在這個環差報告裡面的資料看出來是說 自來水公司有發文給這個業者 就是說他們可能會需要花多花4千多萬 4千7百萬左右的經費 去處理這個用水的問題 他們要從台東市再加壓過來 根據交通部的評估 這個都南灣周遭 像現在三元灣 已經經過環民核定的飯店 房間數已經高達1500間 那這個用水其實一直沒有經過整體的評估 中海岸可能就會像清淨農場一樣 我們就會變得像海邊的清淨農場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要求退回今天這個案子 讓讓交通部有時間重新做整體的評估 第二個就是當然要求交通部 趕快做出整體的評估 那第三個就是呢 這些開發案其實都全部位於 位於花東沿海保護區 這個是營建署所管的一個沿海保護區 可是因為沒有海岸法的關係 這個保護區完全是形同虛設的 它的土地變更過程完全沒有什麼原則可言 就是跟一般其他的土地差不多啦 並沒有因為它是沿海保護區 就比較嚴格 那這個東西是需要營建署去提出一個對策的 這個需要營建署 交通部 觀光局 環保署 縣政府 各個單位的橫向連結 才有辦法去做一個好的管理 你們這個海域陸域的生態調查資料 這99年完成了 已經太舊了 我現在是看現況差異的分析 那這個三年前的資料 它現在的資料已經差很多 尤其動物 動物的改變會相當的大 還有在資料中也顯示 朝鮮代亞朝代的生物項非常的豐富 那你現在開發行為所產生的沸水 還有一些成績物 包括泥沙的這些 因為你這個營養很豐富的 是生活廢水 經過處理以後 你還是會造成某些程度的藻花 那這個對這個珊瑚或藻類 還有其中的這個物質 可能都會造成很大的一個影響 然後你的廢水 你說有一些要做澆灌 澆灌雖然不是排出來 但是經過地下的這個系統 因為裡面可能會用有不少的民生的東西 鈴啊這些蛋啊這些都很多 然後會經過突然好像重刷 又到沿海 下次要請觀光局 還有這個自來水公司 練習來說明一下 我想下次審查的時候 希望你們能夠比較詳細的 更確實的在這個報告裡面呈現出來 好那以上 今天是不是有分